说起《水浒传》中的108个梁山好汉 无疑不是有血有肉形象鲜明 可惜的是能得到善终的就那么几个人 其中有六个好汉 还是在鲁智深的提醒下 及时地远离宋江 这才落得个好结局 那么鲁智深都说了什么 及时开窍的六人又是谁呢 说起花和尚鲁智深 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满脸落腮湖 形势不拘一格的潇洒和尚形象 殊不知鲁智深真应了那句心有猛虎细袖强威 是个粗中游戏的人 为躲避朝廷的追捕出家做了和尚 后来经历了大闹五台山 落草二龙山等一系列事件后 这才闯上梁山成了陆林好汉 之后便随着宋江一路南征北战 甚至还立下了破庙生擒方辣的功劳 然而此时的鲁智深 早已对宋江有了怨言 甚至到了心炉死灰的地步 因为自从征战方辣开始 梁山众多兄弟不是病故就是战子 可作为首领的宋江却毫不在意 只一心想着投靠朝廷加官进决 就比如活捉方辣的庆功宴上 宋江对鲁智深说还俗为官 因此封信 这种摆明接受朝廷 讨要封赏的心思 更是让众豪汉一目了然 鲁智深虽然表面粗俗 但内心却十分仔细 仅凭宋江两句话 他就断定对方是个见利妄议的小人 本来就不想接受朝廷的鲁智深 这下彻底看清了宋江的面目 于是他义正言辞地拒绝逃赏 并且还说了两句 暗示众人远离宋江的话 那么鲁智深说了哪两句了 鲁智深用活捉方辣这件事 看清了宋江的真面目 他留下两句话暗示众人 可惜只有六人听懂得一保命 面对宋江不顾兄弟死活 一心只为名利地丑陋嘴脸 鲁智深用心以成辉 不愿为官表明拒绝了宋江的好意 鲁智深为何要用心以成辉四个字 这是因为他对宋江失望透顶 有了离开的心思 宋江能坐到头把交易的位置上 自然也听懂了其中的冷嘲热讽 但是他并不想让鲁智深离开 为了保持自己重义气的人设 宋江继续劝说鲁智深不想为官 也可以做个僧人之手 主持一方名山鼓畅 已经看透宋江的鲁智深 只觉得这番言语更显虚伪 便立马说道 这些都不要 只要落得个胡伦失守 便是好结局了 在庆功宴上说出这番扫兴的话 并不是鲁智深故意使然 而是他在暗中劝告众兄弟 若是真听从宋江的话为招安 不仅没有好结局 说不定连个完整的尸首都留不下 鲁智深这些话可并不是威严耸听 梁山建立的初心 就是为了推翻朝廷的统治 虽然如今接受招安 但是在朝廷的眼中 他们依旧是有逆反之心的乱贼 这种偏见可不是立即自宫可以打破的 再加上众好汉已经和高求有了不小的恩怨 倘若日后入朝为官 高求也势必不会轻易放过 所以鲁智深这才用隐晦的方式 告知兄弟们其中立弊 可惜这两句话只有六个人听懂 那么这六个人都是谁呢 鲁智深两句话 暗中揭穿宋江面目 可惜幸免于难的只有六人 而其余兄弟皆跟着宋江接受招安 不曾想去落得个被毒杀的下场 在宴席上鲁智深摆明太多后就离开了 继续以和尚的身份行走世间 后来他顿我师父留下的遗言 交代后一切事情后便安心圆境 那么被鲁智深典型的六人分别是谁呢 第一就是武松 他听懂鲁智深的话后 当即就辞别宋江 起初宋江也假模假样的挽留 但看到武松坚决的态度 便只好作罢 毕竟武松已经断了一条手臂 战力也大打折扣 所以在宋江的眼里 武松是去是流对他都造不成威胁 第二个就是鲁智 他在班师回朝之前 突然患上了风胎 被宋江留在六合寺治病 而照顾他的人正是武松 虽然半年后鲁智依旧病逝 但也算是落得个好结局 而武松从此便在六合寺出家 一直活到了八十岁才病逝 接着是燕青 在离开前 他曾劝卢俊远离宋江和自己一起走 但卢俊已并不听劝 燕青见词也没有多说 而是留下一封书信 挑了一单珠宝便飘然而去 第四个便是李俊 他意识到宋江的小人嘴脸后 谎称中风借此归宜 并且还让两个部下同威和同猛 留下来照顾自己 所以六个幸存者中的最后二人 便是这同事两兄弟 三人脱身后驾船出海到了仙罗国 李俊还当了仙罗国的皇帝 而同事两兄弟自然成了他的左膀右臂 这样的结局宋江恐怕到死都想不到